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00亿在台湾卫星的架构 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我刚刚各位提到低轨卫星它是一个趋势 什么叫趋势 去看马斯克那个SpaceX Starlink 在这个Starlink里面这个星链 它其实在于战区 比如说我临时出了状况 这个星链就可以取到一个替代的作用 如果说你是在其他的地方的话 其实它有很大的商机 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去牵固网 或者是光纤 那既然不适合就使用低轨卫星 那低轨卫星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低轨卫星其实是使用 大量的卫星到离地久比较近的轨道上面 然后由数千颗 甚至于数万颗来做一个串联 那最主要是提供高速 还有低延迟的网路服务 这个是低轨卫星它本身提供的服务 其实做飞机也可以 它有一个电话服务 你拿下来之后刷卡就能够打电话 它是什么用呢 它就是卫星电话 它大概一通基本 大概好像是十块钱美金起跳 十块钱美金起跳一通 所以那时的卫星电话你看多贵 十块钱美金一通 大概只有十秒钟 卫星通讯十块钱美金 那很贵的 那现在如果说能够变成 我们一般手机的通讯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搞头 就是说你的卫星的量 卫星的科数的量要很够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低轨卫星商机 比中高空的哪一个有商机 这个要先理解的本质是什么 来低轨卫星 它绕地球时间大概是90分钟 中低的大概是2.8个小时 高空在24 我要讲的是低轨卫星 大概离地面50公里 中轨大概是350到450 高空大概到1000公里以上 就是它地球 比如说这是地球 低轨卫星大概在这边 中轨大概在这里 高轨大概就已经不简单 所以它是属于这样子在移动 所以说它是属于几乎同步卫星 所以它所能够提供是GPS的气象 或者是间谍卫星 它是要照相照相照相 那低轨卫星就是把 我们的网络的Wi-Fi的基地台 射到距离我们大概30公里处的 中低空 以卫星来讲照中低空 中低轨 所以说在那个地方 因为大气的阻力大 那你因为消耗量也大 因为最主要是怎样 第一个成本比较低 大概一两百万一颗 使用寿命五到七年 然后这个是通讯网路在用 最主要我们看的是使用寿命 中轨卫星你不用换嘛 这个高轨道均用或是高规商用比较多 一般的民用跟商用比较多 所以在这个低轨卫星里面的使用寿命 这个就代表什么 它有换机潮 就是说我们在发射低轨卫星 它就跟我们的high performance PC一样 高位阶的PC一样 它的换机潮就是五到七年 有些比较再高一点可能三到四年 意思是说它的商机随时都有 随时都有 所以我认为从现在开始 亚马逊要到2024年 2025年开始使用低轨 为自己的AWS的卫星 AWS就是亚马逊的卫星的网络服务 意思就是说台厂目前 就会跟它做一个积极的架构 因为这个跟围影有比较大的关系 围影它是干嘛的 围影做的是AWS 就是亚马逊的软体服务的 ASIC的伺服器 好 这个伺服器跟我们刚刚的低轨卫星 是对应的 因为你就是要做一个大量的资料传输 那供应商来了 好 供应商很多 很多 华通 台光电 声帽 起机 声达科 群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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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板天线 什么意思 群创还多一个 玻璃机板的封装 群创也多一个玻璃机板封装 就是说 这一次Intel它在做一个3D堆叠 跟chiplet的先进封装 它打算使用玻璃机板 我认为这个是在准备CPU 这是所谓的光通讯的共同封测的技术 好 这个 这一条里面就有好几个未来的商机 低轨卫星的 华通 台光电 声帽 再来是天线的起机 声达科跟群创 还有什么 电源模组 电源模组也很多 康书群电 光电跟重企 散热有 齐鸿跟明太 对不对 电源供应器 康书系统电 群电 注意看 电源模组跟电源供应器 群电 这两个都是挂在一起的 因为电源模组是说我这个机器里面的那一颗模组 那電源工序可能是外接的 不斷電系統或者是其他的 其實台達電都有做 可是因為台達電就太大公司 它股價也不太動 最近可能有比較精彩的表現空間 之前從388掉回來到300塊 300塊 它還是買點到了台達電 但是我們不會去做台達電 因為我覺得鴻海已經要談不談 對不對 但是我認為鴻海會談 好不好 鴻海它一定談 它也一定會反轉 鴻海大概是我們低軌衛星的組裝廠 就這樣 再來 還有路由器 起機也有 重起 這個又有意思了 功率放大器 PA 全訊跟穩帽 我們來看一下穩帽好了 穩帽今天一架漲停板 它說目前它還是沒有賺錢 可是它的業績已經開始好轉了 開始好轉了以後它還是沒賺錢 但是它股價就是漲停板 就這樣 很有趣吧 剛剛開始好轉而已 今年還在負1.18 今年可能還在負的 所以等於是說它還在不賠錢的情況底下 股價100塊 它只有說我的業績差不多準備反轉了 它就立馬漲停板 那看一下5222的全訊 它沒有漲啊 對不對 全訊也是做PA 而且它的PA還是很高階 它是我們台灣最厲害的 功率放大器的飛彈供應商 它的業績是很穩定的 去年3.7目前來看是2.7 今年大概也是差不多4塊到5塊錢之間 它的業績也沒有不好 注意看 全部在成長 包含衛星通訊 包含飛彈供應商 包含巡標器 這個東西業績都還不錯 那你跟我說 微波次元件 業績比穩帽還要好 對不對 因為穩帽是全衰退嘛 最近才剛開始翻轉 本來都有賺錢 後來變成不賺錢 那跟它一樣的公司 它有賺錢 它股價哪有動 對不對 它股價還是跌翻了 這大家不是都一樣嗎 它也在跌 大家都跌了 那為什麼它沒漲 對不對 它也是第一個衛星供應鏈 它也是飛彈供應鏈 對不對 為什麼它沒動 所以呢 全訊代表什麼意思 機會嘛 全訊就是機會又來了 好不好 就稍微提一下 AIPC PC AI 上游的IC設計 普瑞 我們一檔檔看好了 普瑞今天 普瑞你看今天不錯啊 漲大概6% 雖然它比較高價 可是沒辦法它股本集中 它股本集中就這樣子 對不對 你看這個淨值237塊 股利8.9億 股利也很好啊 毛利率也有12 毛利率44% 盈利率12% 這個都是好的 這就是很厲害的工資 才會有的 去年61 今年大概看起來 大概是40幾塊 去年比較差一點 可是去年人家是2400嘛 前年 今年大概是1100 所以我認為股價有撐啊 股價有撐業績還不錯啊 那你當然 你等到AIPC再次發酵的時候 它也許音樂題材的關係 它又回到了 靠快要到2000塊 但是我認為目前還看不出來 因為業績還沒有進來嘛 對不對 6231的細微 細微今天就不好啊 對不對 可是因為細微是因為 前面漲停後面又拉回來 對不對 現在又漲又回來 遇到前高嘛 所以怕了嘛 明天再一根 兩根大概就 大概就止穩了啦 大概就會止穩 炎陽 今天的紅K棒吃掉 昨天的黑K棒 對不對 震盪整理嘛 炎陽是震盪整理的格局嘛 這邊也都是穩定嘛 所有的架構它都是穩定 看一下技術 分技術好了 RSI還好 MACD東 就是所謂的中線準備轉強 我剛剛太快了 太快了 這邊中線準備轉強 中線準備轉強 還沒強 但是準備中 好不好 因為有的時候我在看電腦 看線型的時候 因為我是習慣了 我真的習慣 因為我看得很快 因為看習慣了嘛 每檔都要看 所以有的時候 很多人在說 老師你那個太快了 我們都看不清楚 那這邊你要稍微包涵一下 因為我講真的 因為我們在看 真的看得比較快 因為習慣性 看到電腦就一直打 一直打 好 那我回來講聯陽 聯陽其實它的業績 不只是在PCAI 它還有很多的地方 那易龍電這一次也不錯 易龍電我也覺得它很有趣 今天也大概是4% 今天大概大概 所有的IC設計都還滿強的 你看 今天的易龍電又一根上去 那撇開這一段 115到140這一塊 它也是震盪整理 它也是有整理 那業績呢 人家業績也沒有差上哪去 對不對 你看最近這三個月都是成長 跟年增 年增 年增很重要 年增表示說 它的景氣面已經開始好轉 景氣面好轉 我覺得全部就差不多 差不多了 就是在 我們去看一下台積電的法說會 人家說AI跟PC 都已經穩定了 那既然是穩定 那就表示說像這些 大家加種在一起 像易龍電 像易龍電 蓮陽 細微普瑞 這兩個都已經差不多了 穩定了 再來就是細微跟普瑞 然後修正完畢 大概全部都會再一次轉強 這個 很多 我只是說在 10月底到11月初 跟各位稍微報告一下 我們第四季的中間 再往上走的這個年底 跟季節的做帳 的情況底下 我們應該留意哪一個族群 就是低軌衛星 我認為會延續到明年的Q1 那AIPC更是一樣 都一樣 因為AIPC這個也不是 也不是第四季就會出來 代爾 還是IBM 甚至於說微軟 他們都試著要去做一個AIPC的部分 因為它要拉需求嘛 那你明年剛好就是遇到了這個 三年的這個換機槽 因為在三年前 2021年 2022年 20年 那個時候剛好COVID-19 強迫大家都要買電腦 遠端視訊 那你剛好進入一個換機槽 那這個換機槽 大家都順手推出這個AIPC 刺激一下這個買器 所以我們在明年來看整體性的這個 所謂的 我們這個大的電子業的供應鏈來看 其實都是有利可圖 都是有利可圖 它有很多的 那這個廠還有這個所謂的商機的部分 都會慢慢的開始轉強 開始業績會開始慢慢進來 雖然現在雜音很多 很多人跟你說大盤要破敵啦 這個又不好啦 那你大盤不好 鴻海很大一部分嘛 鴻海又被政治性打壓 對不對 你政治性打壓 然後現在跟你說手機比重太高 業績很糟糕 早上我講過啦 這叫做強倒重人推 所以股票市場裡面 就只會落井下石跟井上添花 你放心 你股價在低的時候 你謠言就會特別多 那你只要不是正 只要不是經濟面的 只要不是營收面的利空 我覺得下來就是卡位的動作 一定是買大於賣 你才會有獲利 因為公司的前景還是在那裡 所以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PC也好 低軌衛星也好 所有的都是在 等於是說我們的電子股的產業 都要走到另外一個成長的週期 那回來 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再來多來看看 我們應該在這幾檔裡面 比如說像矽狀 矽狀 威勝 這個IC設計裡面 我們應該來怎麼樣去 加上我們的低軌衛星 運達投雇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智慧、經驗、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雇、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後來回來富角天下 我們有時候在看 比如說像今天聯發科 聯發科今天也是很強勢 今天聯發科漲了快7% 聯發科也是手機 網路說它跟高通要合作 要出PC用的 不是跟高通合作 要跟NVIDIA合作 要做PC用的晶片組 AI的 那表示說AI是大家一定要走的商機 台積電的法說會19號 AI強勁推升3奈米 OK 明年 PC跟手機中端市場需求是穩定 所以明年對台積電能量 是個健康成長的一年 如果台積電明年的業績能夠成長 那就表示說我們的電子的景氣 但第四季就落底 然後明年就開始慢慢地轉強 國發會也講了我們的出口 已經轉成紅藍燈 這個黃藍燈 就是說我們出口也已經止跌 當然是低期低了 已經止跌回升 那也就表示說我們的出口 慢慢恢復正常 再來就只剩下 這邊美國什麼時候會開始走降息循環 那一般以統計學來說 只要是美國停止升息 未來的6到8個月就會開始降息 所以大部分華爾街的預測 是在明年的6月到8月中間 可能就看不到第一次降息 好 這是一個資金面的問題 再來第二個層面 以色列哈馬斯這邊的衝突 雖然大家現在再炒來炒去 那以中長線來講 以色列最近會很辛苦 好幾年會很辛苦 那它的單子就會轉出來 我覺得台廠也有機會 然後再加上說 打完了嘛 還是要從頭建設 低軌衛星的商機就會比較大 那再加上說最近的AI的部分 你注意看威盛今天也是強勢 威盛 一樣的IP X86 威虹 這個都是標準的IC設計 對不對 人家今天也是強勢 那之前跟你講的聯陽 你注意看 聯陽它其實重點是在於哪裡 聯陽的重點是在於 這個所謂的PC跟NB的集單 它有提前拉貨 對不對 還有印度 這也是積極備貨 明年產品線PC產業為主嘛 好 所有的嘛 這USB Type-C PD嘛 對不對 HDMI 2.0 2.1 好 意思就是說所有的PC產業 大概都已經緩步往上走 所以聯陽它的股價 並不會太寂寞嘛 對不對 它並不會太寂寞嘛 而且股價也不高嘛 160 也沒有說三四百塊 甚至於說一千多塊 它也沒有 威盛也差不多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呢 他們會有比較大的機會 那矽創呢 OLED 在車用跟公控上面 車用跟公控是很重要的 車用我們講的是說 它的那個車子的前面的儀表板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儀表板的部分 它的儀表板的驅動IC 還有工業控制軟體跟AIOT 這個是物聯網 這個都是需求之所在 這個系統也是需求 那更不要講說吸力 吸力它也是一樣 吸力它做的是電源管理IC 這是AI的電源管理IC 那既然你是AI的電源管理IC 你在AI的伺服器裡面 用電量又比較大 那你會產生高熱 所以電源管理就會很重要 就是說你在整體性裡面 我們去找的這些類股裡面 它都顯示一個區塊 它都是在這一次裡面 它應該要準備反應的最先 因為IC設計先叫貨 晶圓代工嘛 我跟IC設計的公司 就是所謂Fabless 沒有晶圓廠的IC設計公司 跟晶圓代工廠叫貨 然後再去做封裝測試 再出晶片組 再給供應商 所以他們的業績會先起來 所以股價也會先反應 就這樣 那如果說你走到低軌衛星 比如說像起基 6285的起基 今天也是2.3% 起基也不差 起基之前上去之後又回來嘛 低軌衛星加上AI 而且MACD是黃金交叉這邊 稍微看一下 就是說股價已經走強 而且是它的所謂的均線部分 已經準備扣底低檔 準備扣底低檔 所以如果扣底低檔 注意看 均線通通往上 這個計線也是往上 機械往上 這個中低 就是所謂的短的 短均也是往上 MACD 低檔黃金交叉 那你又是低軌衛星 又是做衛星通訊 又是做衛星電話 加上說也提供到德國的ADS 就是所謂的先進的汽車輔助駕駛裝置 我這樣講好像太快了 太快了 來看一下看一下 來起基 它是德國萊茵公司 道路車輛安全網路工程認證 你如果通過德國的道路車輛網路認證 表示說你可以打入德國的供應鏈 德國大廠 然後大概都是WARLAN跟藍牙 還有4G跟5G的車用通訊模組 起基 這些都是還有輔助裝置 ADS 我剛剛跟各位講的ADS 還有BSD Blind Spot 盲點偵測 Detection 好 網通 這是機械 這還包含什麼東西 包含美國的網路基礎建設 美國66% 亞洲跟歐洲 它全部都有包 你看台灣的廠商在做生意是全球化的 歐洲是在車用德國那邊 然後你美國這邊是在基礎建設 你美國這邊的拜登的基礎建設是勢在必行 不管誰上去都要繼續做 那你再加上說起基還有供應什麼 其實它還有在供應 衛星通訊的基地台 就是衛星通訊下來之後 傳到家裡面的那一種 所謂比較高階 中高階的所謂的基地台的部分 這個我覺得他們是一連串的 就跟偽創偽影是一樣的道理 他們都是一連串 就是說我今天是一個集團 我做的東西大家都差不多 我做了代工 我做了AI 我做了AI的伺服器 然後我還有要連接器的部分 所以大家這都在一起 就跟我剛剛跟你講聯氧 聯家軍 都一樣道理 甚至於說像是系列 我講得很明白 系列是AI晶片內的電源管理IC 這個很重要 這個也不是 老實說也不是今天來跟你講 我9月份就跟你講 這個系列的部分 我覺得 IC設計部分 我們要趁著現在 我們要趁著現在 趕快還沒有噴出的時候 趕快來佈局 你不要等到哪一天 你看到200點300點噴上去 你什麼都漲停板 然後你又落後了10% 20%的獲利的空間 希望各位跟上我們腳步 佈局Q4的行情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MING PAO TORONTO